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名来自加州圣塔克拉拉市的青少年 20号在加州圣河西机场逃过安检 躲进夏威夷航空公司一家波音767客机的机轮轮舱 飞行5个小时 横跃半个太平洋 经历38000尺高空酷寒 缺氧等恶劣情况 竟然活着抵达夏威夷 令专家和执法官员称奇 长期失业 中年啃老族激增 经济不振 使得许多失业年轻人搬回父母家 是众所周知的趋势 然而 原本因为退休做准备的55岁以上中年人 失业后谋职无着 而被迫带着尚未成年的子女 搬回老家与父母同住一屋檐下的三代同堂情况 却以更高的比率增加 华运会主委吕玉珍 率领历届主委拜访乔委会 即将迈入第30个年头的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 每年参与的选手与乔包上千人 是金山湾区乔界的一大盛事 今年的主任委员吕玉珍 率领历届主委到乔委会拜会 第三是建议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 预计在8月3号举行开幕典礼 为了乔社世代传承 特别鼓励华裔青年与儿童参加 有兴趣的乔包不妨一起来报名 透过竞赛运动身心 这里是优势焦点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